11月6日,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正在上海如火如荼的举行中 在充满变数的当下,美国企业依旧重装亮相 记者注意到,在本届进博会上 强生、福特等诸多500强美企分布在各大展区 展出各自领域的尖端产品、技术和服务 作为进博会参展的三朝元老 通用汽车此番打出布阵组合拳 展出旗下标志性跑车、科尔维特硬顶敞篷车 和一系列全新全尺寸SUV产品 通用汽车中国公司总裁百丽表示 在过去的两届进博会中 通用汽车收集了丰富的一手调研数据 为为了中国的产品规划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非常期待再度踏上2021年的第四次进博之旅 我们认为CIA是我们在中国在中国非常利益的方式 因此我们刚才预订了一个公司 我们将来到这一年来到这一年来到 我们将来到这一年来到这一年来到 第二个,这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如果你看到这些车子里面 我们用了CIA的方式来展示一些可能性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让我们去控制服务者的反应 看看他们的反应 保健行业的佼佼者 康宝来已是三度参展 康宝来中国区总裁郭沐直言 能在此刻参与到如此盛大的展会实属不易 而今年也是带着双目的参展 并期待接近博会能得到对后疫情市场快速深入的洞察 因为在现在这个条件下能够举办这样的规模的 线下的 这样的一个展会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们也是抱着两个目的 一个目的就是 能够与到同行 与到参观者与到业界充分的展示 我们在过去的成就 但是我们也带着问题了 就是在后疫情时代 现在称作的新常态下 市场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那么我们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参展 与到绝大多数的同行进行一个深入的交流 我们希望能够对于未来迅速的 找到我们的动场 启动全新微镇科技 且采用双向压力感应系统的云感刷特别版 创新设计加持的第一防线笔枪喷雾 这些贴近日常生活的产品均为亚洲首发 众多参会者在保检展区内驻足了解 从第一届的参会者 到第二届的参展者 再到第三届的扩展老面孔 保检业界进博会加码中国市场的步伐正在逐年提速 连续两年我们觉得说 因为第一年我们只是来参观 去年来参展 今年又来参展 那我们连续两年的一些经验呢 像去年呢 我们就几列热感T恤刀 那个Opti的AI美容仪的 都是在进博会第一次跟中国亮相 然后取得了很好的一个 那个消费者的一些反馈啊 我觉得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全球 最好的创新汇集的地方 然后一次性展现给我们中国的消费者 在中国加速市场开放和促进双循环的背景下 外资企业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众多媒体在接受采访时称 期待以进博会为契机 捕捉中国经济率先复苏和加速开放转型中的新机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